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品茶大师 一 道气深人凌华 凌华的配音演员小恩老师 在品奶茶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 品茶要先要 先要嗅茶香 来 一只手握住茶杯 另一只手捏住吸管 分三次将茶水细细品措 这便是品名了 奶鲜 然后是黎月 要说品茶 种类老爷子绝对是其中的大师 老爷子爱茶爱道 就连到酒馆给叶碰唱 点的也是茶 甚至还给叶教典了许多茶道知识 有些茶闻起来湿逆 焦香过重 应是次品 并有一些闻起来甘醇典雅 优香扑面 这类茶多为上品 最后是丰丹的林尼特 其实丰丹喜欢品茶的有很多 但他这么认真对着泡茶这件事的 恐怕只有林尼特了 泡茶是一件看似简单 实则费心的事情 茶叶的品质 茶水的温度 茶叶的变量都控制恰当 才能泡出味道最纯正的茶 至于萌德 那就要问全能的女伯诺埃尔了 交给我吧 什么都可以交给我